近日中国空军首款心理战飞机高新7号曝光引发外界关注 心理战被认为是信息战的主要作战样式之一 在过去的利比亚战争以及反恐战争等战事 美军的心理战飞机EC130J都曾经发挥了巨大的功效 那么这款我国自行研制的新型心理战飞机 又是否能够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呢 这款最新曝光的高新7号心理战飞机是由我国自行研制 经运8运输机改装而来 心理战飞机的任务之一便是以标准的调幅 调频 高频等电视和军事通讯波段 来执行心理作战和民政事务中的广播任务 在执行此任务期间 飞机必须以期望人群为目标 将飞机高度控制在信号最适宜传播的高度上 同时它还可以压制敌方的电视台 广播电台和通讯网络 并将自己的节目插播到敌方宣传中去 影响敌方的军民士气 在敌方制造谣言和混乱从而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 此外该飞机还可以屏蔽敌方信号 形成瓦解敌方宣传机构的战斗力 这种战术 就算我没有办法去决定战争 当时战争的立即性的胜败 但是对于民心士气 它是有非常大的影响 你如果说能够打击敌人的国民士气 你这场仗 你就算军事上你没有办法百分之百成功 你至少在整个战争上你已经打赢一半了 它这种心理战飞机到底能达到多少功效 能瓦解到对方逝去能瓦解到多少 现在还没有一个客观的一个评估的一个标准 实际上曝光的高新7号是中国特种飞机高新飞机家族中的一员 从高新1号到高新5号已经陆续服役 而最新反潜机高新6号也已经成型 未来将会正式服役 其性能已经达到甚至超越了美军P3Z反潜机 这些高新飞机基本上都以运巴为平台 运巴是目前国产飞机中吨位最大 空间最大 航程最远的飞机 而改装特种飞机需要安装较多的设备人员 因此需要飞机有较大的载重和空间 而心理战飞机在平台机的基础上 加装了很多先进的电子设备 包括导航系统 防护系统和广播电视发射系统 同时飞机上还有卡式磁带 开盘式音频记录器 噪声调制器等 以便对敌进行广播和信号干扰 就是不受敌人的这种防空导弹或者任何武器的威胁的情况下 利用电子设备进行一个广域的一个传播 这是飞机平台的它的一个优势 它除了能够在一般的广播节目 能够去所谓的盖台作业之外 还有一点就是它现在针对卫星以及针对这个电视台 因为这个电视制作它本身也是需要这个电池波道 如果说我今天能够确实掌握对方的电池波道的话 它就可以做盖台和干扰的作业